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已经在联大表决前的发言中全面阐述了中方立场 俄罗斯在人权理事会的合法会员资格 对如此重大的事项必须极为慎重 基于事实和真理 冷静客观理性的处理 有关决议洗草的过程中 不公开不透明 也没有按惯例举行全体会员国磋商 广泛听取意见 这种做法只会加剧会员国分裂 激化当事方矛盾 火上浇油 不利于冲突降级 为和平创造机会 为谈判 开辟前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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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订阅明镜